立位纪第七章 两旁的枝油 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 一概取下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 为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是赎千计 祭司中的男丁 都可以吃这祭物 要在圣处吃 是至圣的 赎罪计怎样 赎千计也是怎样 两个计是一个条例 献赎千计赎罪的祭司 要得这祭物 献凡祭的祭司 无论为谁奉献 要亲自得他所献 那凡祭生的皮 凡在炉中烤的素祭 和尖盘中做的 并铁奥上做的 都要归纳献祭的祭司 凡素祭 无论是油条和的 是干的 都要归亚伦的子孙 大家均分 人献于耶和华 平安祭的条例 乃是这样 他若为感谢献上 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 和抹油的无酵薄饼 并用油条云细面做的饼 与感谢祭 一同献上 要用有酵的饼 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 与贡物 一同献上 从各样的贡物中 他要把一个饼 献给耶和华 为举祭 是要归给 撒平安祭生血的祭司 为感谢献平安祭生的肉 要在献的日子吃 一点不可留到早晨 若所献的是为还愿 或是甘心献的 必在献祭的日子吃 所剩下的第二天 也可以吃 但所剩下的祭肉 到第三天 要用火焚烧 第三天 若吃了平安祭的肉 这祭 必不蒙悦纳 人所献的 也不算为祭 反为可增贤的 吃这祭肉的 就必担当他的罪孽 挨了污秽物的肉 就不可吃 要用火焚烧 至于平安祭的肉 凡洁净的人都要吃 只是现于耶和华 平安祭的肉 人若不洁净而吃了 这人 必从民中减除 有人摸了什么 不洁净的物 或是人的不洁净 或是不洁净的牲畜 或是不洁可增之物 吃了现于耶和华 平安祭的肉 这人 必从民中减除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于以色列人说 牛的枝油 绵羊的枝油 山羊的枝油 你们都不可吃 自死的 和被野兽撕裂的 那枝油 可以做别的使用 只是你们万不可吃 无论何人 吃了献给耶和华 当火迹生畜的枝油 那人必从民中减除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无论是雀鸟的血 是野兽的血 你们都不可吃 无论是谁吃血 那人必从民中减除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于以色列人说 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 要从平安祭中取些来 奉给耶和华 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 就是枝油和胸要带来 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 摇一摇 祭司要把枝油在坛上焚烧 但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 你们要从平安祭中 把右腿做举祭 奉给祭司 亚伦子孙中 献平安祭生血和枝油的 要得这右腿为分 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 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 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 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 所永得的份 这是从耶和华火祭中 做亚伦受高的份 和他子孙受高的份 正在摩西叫他们 前来给耶和华 供祭司职份的日子 就是在摩西告他们的日子 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 给他们的 这是他们世世代代 永得的份 这就是凡祭 宿祭 赎罪祭 赎千祭 和平安祭的条例 并承接圣旨的礼 都是耶和华在西奈山 所吩咐摩西的 就是他在西奈旷野 吩咐以色列人 显供物给耶和华之日 所说的 收藏啊 别忘了 我希望的 这种 能够 有点 油